小朋友给我听好了 这里是滑瓣场 不是游泳人 我觉得滑瓣场这件事情 大家就互相体调一下 我们滑瓣的人不在的时候 那你们玩所以你们玩 主要是我们现在人在 如果说我们玩滑瓣 如果撞到你们的话 我们是要赔钱的 就是各位家长 明确一点 就是什么地方 玩什么东西 当时不是发了一个 在滑瓣场里面 争论的视频吗 然后我也没想到 会引发这么大的争议 甚至干上了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然后当时是个 这么个情况 我们到达滑瓣场地的时候 很多家长带着他的孩子们 在那边玩耍 那我觉得 你们在我们不在的时候 你们如果想玩一下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的 你们自己注意安全就好 但是我们来了呢 那这个风险性就增加了 因为我们玩滑瓣 就是飞来飞去的 那可能会撞到你 或者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你们受伤了 我们不可能说 我们一点责任都没有 有些网友说什么 是我们的场地 你们进来就得自己承担风险 我觉得这个也不太好说 对吧 因为我们是没有一个 互拦围起来的 所以说我希望让他们出去 然后等我们走了之后 你们再自己玩 不可能说你受伤了 我们一点责任都没有吧 那肯定是我们自己的操作 导致你们的受伤啊 对吧 差不多就这样吧 我觉得网友就是可以互相谅解一下嘛 我也没有什么恶意 我就是稍微声音嗓门大了一点 去跟他们说了这件事情而已 然后 我们反正后面也是玩了一会儿 我们就走了 因为小孩实在实在是太多了 就这样 那这件事情就这么告一段落吧 拜拜